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哇 跨年要倒数了 Christmas到了 哎呦 元旦也到了 你们很开心吗 我好开心 我开心到胖了几公斤 每天都吃大餐 不行 一开胖 天天都在吃大餐 完蛋了 过年啊 哎呦 惨了 大家都胖了好几公斤 要减肥了 没时间运动啊 要运动啊 好 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不是怕胖而已啊 胖是必然趋势 所以每天大家都努力工作是什么 减肥 减肥以外 老是要减肥了 胖中度 胖中度比较可爱一点 好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按下你的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最近我的订阅率好像都没有上升 我有点乌准 所以有点忧郁症吗 不会 希望大家帮我按赞 分享 然后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好 现在比较忧郁的事情来了 跨年倒数 疫情爆发也倒数 台湾老师要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不好的预言 但是 希望他不要成真 好不好 我们来讲一下 最近呢 国际局势呢 看起来不是太好 然后呢 疫情呢 欧洲之前就开始大爆发 很多国家 像马来西亚下还是五六千人 没有办法再降下来 新加坡两三千人 然后呢 日本呢 日本也是一样 都没有趋缓很多 就是有下降 然后又上来 下降又上来 就反反复复啦 反正今年就这样 但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这个疫情的问题呢 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题 跨年倒数 疫情爆发也倒数 2022年到了 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所以呢 不到一个半月 我们就要跨年了 那12月25号 一个Christmas 24号圣诞夜 然后接下来就是元旦 好 都在放假 那很多国外的朋友就回来了 还有很多国外的亲人也回来了 好 农历过年也要快到了 所以很多人就回来 干脆回来台湾度假了 好 我相信呢 很多人呢 在这个时候呢 跨国旅行的 跨境进入了一大堆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自保呢 这才是重点 你打了两针 AZ啊 或者BNT 莫德纳了没 还是打了高端咯 好 现在呢 讲到这个疫苗 还在增值当中 好 陈时中部长说 他不能保证 他不能保证什么 高端的事情 我们就先不谈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爆发倒数 我要跟大家讲 农历的11月跟12月 请大家务必务必要谨慎跟小心 我怎么样算来算去呢 掐指算来算去 哇 12月的25号那天不是好日子 今年 剩下一个多月 12月25号不是好日子 然后接下来呢 1月的6号 对 1月6号 1月6号也不是好日子 所以这两天呢 就12月25号跟1月6号 这两天一定会在陆陆续续的爆发 打开疫情 因为我们防疫中心呢 指挥官说呢 回来台湾 只要10天的防疫旅馆 然后加上4天的自主管理 你觉得 他们会自主管理 你觉得呢 我是何太相信你 那么乖 每一个都肯自主管理 很多人被关在里面都偷跑了 还会自主管理吗 今晚回来 尤其是美国 欧洲那些人 如果一回到台湾 有这么乖吗 他们在美国多么自由啊 不戴口罩 宁可染疫 对不对 你觉得呢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台湾老师不是要善动什么 我只要告诉大家 请大家务必务必 还是要小心跟谨慎 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你身旁的人走过去 可能他染疫了 这边飘过来的风呢 也可能是有疫情的 好 那你去做了捷运 或者去了百货公司 或者去餐厅饭店呢 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非常小心 有些人还可以看电影 还可以唱卡啦 OK 身上也没有办法唱 所以最近压力还真的挺大的 年底大家在拼经济的同时 很怕疫情又爆发 对不对 疫情一旦爆发会有什么样的不好的状况 饭店要关起来了 餐厅也要关起来了 然后又要升级三级防疫呢 那就惨细细了 所以呢 我们不能用这种惨的事情 继续发生吧 好不容易降二级了 对不对 现在呢 KTV也可以营业了 八大行业也可以营业 好不容易都可以营业了 难不成我们要在这段阶段里面呢 在跨年倒数的这个阶段呢 还要发生这么多的重要事情 这会疫情发生嘛 那真的太可怕了 那真的是会太可怕了 所以呢 请大家务必要谨慎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呢 疫情指挥中心呢 最近都说是零确诊啦 那当然境外移入的都有说有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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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 这一波如果从海外回来的朋友 海外回来的亲人 海外回来的同学们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在那个欧美国家 很多人都到欧美去留学 或者去工作 甚至到中国 现在最近中国疫情也很严重 你们知道吗 中国疫情最近很严重 所以呢 疫情很严重的同时呢 也代表说 我们是不是要非常非常起床 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在中国工作 也有人在印度工作 也有人在缅甸 甚至在越南 对不对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 菲律宾 还有呢 澳洲 几乎都有啦 全球散播了一大堆的华人 华人最多 所以呢 在海外的华人 这次呢 如果又回来台湾 跟亲人见面 然后回来过年 然后回来跨年 哇 那这一波的疫情 是不是非常严重呢 我觉得这波疫情会在农历的时候 又会大爆发 我在之前的预言里面呢 我就讲过了 今年总共会有 这波疫情总共会有第六次的大爆发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当然我希望我的预言不要准 但是你看我讲地震的事情有多准 对不对 还蛮可怕的 那我每次讲疫情有多准 对不对 就不要骂我了 嗯 我为大家好 把口罩戴好 戴好戴买 不要怕怕噪 然后呢 人多地方呢 如果是真的太多人 请你保持一些安全兼具 吃饭的时候呢 如果非要在餐厅吃饭的话呢 也要注意喔 海外回来的朋友 不要马上立刻去见面吃饭 让他呢大概有一段时间 多几天的时间 他如果没有染疫的话 你是不是安全多了呢 对不对 比如说 多一个礼拜的时间给他们 可能就是没有染疫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代表都没有风险 对不对 好 那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农历的10月高到11月 11月开始 现在是11月就马上到来了 那11月到来的话呢 我们来算一下 羹 甲鱼丁路几羹 哎呦 羹路在喉 所以呢 哎 应该我们如果能够 幸运遇难的话 就是真的很好 好 那也希望呢 我们在这个月当中呢 不要有太多的那种 真的是从海外回来的 疫情的爆发 好 我想呢 今天跟大家提点呢 还是要特别小心喔 好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海岸老师 要特别提示 2021年的年底呢 在农历的11月到12月之间呢 这一个两个月的时间呢 疫情绝对是泼泼泽泽的 你们不要小看这些疫情 那这个疫情现在最主要是第二大病毒呢 又变种 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 好不好 那当然我们防疫指挥中心呢 也要特别谨慎喔 当然这是攸关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还有呢海洋老师呢今天做了一篇呢 拜登跟习近平的会谈 破局了 你们可以往上面爬看一下 破局到底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不对 我们不希望呢 拜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八十几岁的老人呢 我想他也没有力气帮我们出兵打仗 他说最好不要谈独立这件事情 就是独立两个字不要讲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台湾的朋友呢 大家要心知肚明喔 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按下你的小铃铛 好来 脸书 每周二下午3点30分 海洋老师开云粉丝团 这周我改在周四 因为这两天都在录节目 所以很忙 都在录电视节目 等一下要没事啊 等一下又是双子卫视啊 所以我非常忙 那年底到了 当然就很多电视节目要去帮忙喔 好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体谅我 好 好微信的话呢 是askjennny888 那LINE的话呢 小老鼠QGC1213O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 按下你的小铃铛 谢谢你们 拜拜